台中市垃圾车经过民宅继续往前开 没多久出现一名男子 上半身没穿衣服 手上拿着一袋垃圾在后面追 眼看快追不到了 他用力把垃圾往前一丢 结果投成滚地球 男子随后在路边破口大骂 多到20秒后方又有一台回收车经过 男子没离开还待在原地 嘴里碎碎念 直到垃圾车跟回收车都开走 他才掉头走人 沿线的这个时速 我们大概都会限制在 大概10到20公里左右 那配合就是民众 如果有丢垃圾的这个需求 倒是不至于就是说 会有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 民众把画面碰到脸书社团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神钢 清洁队说画面没有拍到 但其实垃圾车有停下来等他 并没有落跑 下载我们那个清洁大车队的 这样的一个APP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垃圾车 到的时间点 台中市清洁队进一步解释 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 是沿线清运 飞尖峰时间会停一分钟 到了晚上 尖峰时间会停五分钟 基本上会等大家倒完垃圾再走 不会急着开 也不会不等人 同时他们也提醒居民 如果以后听到声音 就可以出来到 以免错过垃圾车 TVBS新闻将军演徐又翔 台中场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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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